老师听到这我想很多的股民会觉得 未来的变数好像也还蛮多的 所以很可能 我们说过了 如果不用经济衰退 就把通膨打下来 叫做软着陆是最好 然后现在联准会已经一开始说 我希望软着陆 现在说软着陆的机会越来越小 换句话说不排除接受面对硬着陆 那就是经济真的衰退 所谓经济衰退不是GDP的成长率 是负责这样而已 而是就业市场真的开始走高 失业率开始走高 就业市场的失业率 从自然失业率以下的3.7% 然后升到4.2% 4.4% 甚至于4.6% 最后可能要突破5% 甚至于到5.5% 6% 看看可不可以因为就业市场的降温 然后让工资的增长也降下来 最后通膨真的降下来 通膨的重点因素不是油价 不是原物料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件事情 是工资 好老师 最后一点时间 那回归到投资面 既然变数还这么多的话 那特别是我们已经要迎接2023年了 那整个资产配置上面老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你去追逐的 在有风险的情况下 你去追逐那些市场还不明朗的 有利多因素 但是多么利多还不是那么清楚的 这种风险 才有机会 但是这种风险一般投资人并不清楚在哪里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报现金 等落底之后 也可以存股去买台积电 什么 因为后面一旦这个通膨打下来之后 后面的行情会很大 然后你没有必要急的这个时候 也进去想要捞多少算多少 这个时候你报现金等着衰退落底 等着通膨落底 等着联准会降息 从联准会开始降息之后 绝对是大行情 所以你这个时候急不必 这个时候应该保留现金 然后对一些好股的话 做默默的存股 然后不要告诉你的邻居 就是自己偷偷的存股就好 因为将来落底之后的那个缓弹 会有很不错的报酬率 可是老师刚刚您有提到降息这件事情 只有可能是2024年才会发生 那是联准会官员预告 意思就是他其实要讲的是说 明年不会降息 他跟你讲最快明年 后年上半年2024年 2024年也不见得嘛 还是要看通膨数据嘛 联准会都已经在讲了 政策取决于数据 升息的行动取决于通膨数据 怎么样对不对 通膨数据一定要跌破3% 向2%靠近 现在连6%都还没有跌破 要讲CPI 如果是那个 如果是PC核心PC的话 5%都还没有跌破 而且这个核心PC 它的结构性很强 它的连着性很高 英文叫做stickiness 就是连着性很高 那连着性很高的话 根本降不下来 你要让这个工资的增长率 降下来的话 需要一个很大的努力 需要很大的努力 也需要时间 不过呢 投资市场就是这样 有耐心愿意等待的人呢 都会成为长线的赢家 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非常谢谢吴老师带来这么精辟 而且完整的分析 帮大家上了很棒的投资理财的课程 特别是总体经济的课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 做完整的课程 然后再准备点赞留言 点赞 点赞 点赞